誒!我是幽默風雪球船的陽光開洋潮 洋溢霧雙全的帥氣打哥哥 還你開始是金城武 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們的1.204武器啦 各位 那還記得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終於完成了這片海洋喔 我們在這片水域底下蓋了非常多的珊瑚礁 除此之外也放上了海帶還有海草 海底終於不會像原本那樣光凸凸的 那除了這片珊瑚海以外 其他我們原本人工的地形 也是都有給他灑上了骨粉 讓他長出來海帶 然後也有自己手動放了海草 看起來就跟一般的海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相信經過這邊的人應該不會發現 這裡原本是一大塊的陸地 那建造完這個海域之後 我們這個群島也是完全的建造完 從計畫開始到我們建造完成 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而且最近1.21的消息也是出來 相信再過不了多久 就可以玩到正式版的1.21了 到時候1.21釋出 我們1連伺服器也會跟著更新上去 所以今天這集也會是我們1連20的最後一集 那在我們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集 就帶大家最後來參觀一下 我們這整座的群島吧 我們整片群島的範圍其實也還真的是蠻大的 所以我還特別寫了一個導覽書 我把這邊命名成海跟瘋狗群島 總是要給它一個名字的 感覺比較有趣一點 那導覽的部分我們就從地獄花園開始吧 畢竟如果要來到這邊的話 第一個會來到的地方應該就是地獄花園喔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 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喜歡看到我玩這樣的多人生的伺服器喔 別忘了可以幫我在命名下連個讚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你喜歡這樣的系列啊 如果大家有希望看到我在1.21版本裡面 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也可以在命名下連跟我說喔 好啦 那我們首先來到這個地獄花園 基本上算是我們這個群島的一個門面 因為我們這個島嶼啊 離其他人的家真的是太遠了喔 所以最快速往返的方式呢就是從地獄啊 那我們這個地獄花園啊 中間有一條最主要的道路 這個也是最寬的 我們道路啊主要都是用這個半磚來去建造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生怪 道路的周圍啊有很多這樣子的柱子啊 或者是一些遺跡的建築物 像這邊有這個石碑啊 然後還有一個騎士的雕像喔 這個騎士雕像啊 當初也是做了非常的久啊 可是說真的我自己也不是太滿意喔 假設我們角度稍微偏一點來看的話 就會發現他的腳超級細啦 這個看起來真的有點詭異 我覺得之後啊有關於雕像的部分啊 我們可能要再練習一下怎麼建造喔 那除了這些石柱喔還有遺跡之外呢 我們這裡還有放了很多的瘋火苔喔 這個的話呢主要就是因為他會發射光束啊 這樣子的話從遠處看就可以發現有這個光束 然後直到這邊有東西喔 有點指引的感覺啊 那因為是花園嘛 所以我們這個花圃裡面啊 也是有放了一些花花草草 放的比較稀疏一點啊 沒有到非常的密集 那為了抑制地獄幽靈的生成呢 我放了非常多的按鈕喔 按鈕啊都有去依照他底下的方塊來去放些顏色 目前在做完這些生怪壓制之後啊 我是真的沒有看到地獄幽靈生成了啦 不過因為有這些花草啊 這些地方還是會生成怪物的 所以啊史萊姆還是會一直生喔 有關於這個生怪的部分啊 當初也有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那看到最多的留言啊就是偽和平喔 可是偽和平這個東西真的會影響到伺服器的太多人了 而且一個不小心就會把伺服器給搞爆掉喔 所以這個方式基本上是不大可能採用的 而且其實也還蠻多人都覺得啊 有這些史萊姆在這邊跳來跳去也蠻可愛的 所以我就決定啊就乾脆維持原樣吧 我們就不改了喔 這裡怎麼還有一隻流浪商人過來的 這應該是從地獄門跑過來的對吧 那從這個地獄門走進去之後啊 就可以來到我們這個海跟瘋狗群島囉 那第一座島的話就是我們這個櫻花秘境啊 那我們這個瘋狗群島是從2023年的6月開始計畫建造的喔 歷時將近11個月啊 其實蓋群島的這個想法一直從可能3、4月開始就有了 只是因為1.20版本啊一直到6月才更新啊 所以我就當作是從6月才開始計畫的喔 那我們整個群島啊生態域都是蘑菇島喔 所以是完全不會生成任何的怪物的 就連生物的生成啊也只會生成蘑菇牛喔 不過在這些島上啊我還是有養了很多的生物 像水裡面啊我們有養了熔原啊或一些魚 然後我們也有養了村民啊還有牛羊雞豬之類的 那第一座島的話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櫻花秘境啊 那會蓋這個櫻花秘境啊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原本就想要蓋一個櫻花森林喔 我真心覺得啊麥塊新增的櫻花樹啊它的樹葉真的超讚的 相信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啊這個樹葉會一直飄入栗子特效啊 我真心覺得這個特效超漂亮 所以就特別為了這個樹葉啊來去蓋了一個櫻花樹喔 這樣子看過去啊就會發現那個粉紅色的栗子一直往下飄啊 其實原本這個樹上的樹葉啊全部都是用櫻花樹葉方塊 可是後來發現這樣子的話栗子特效會有點太多啊會有點太雜 所以啊我就變成這樣子用各種方塊來去交錯放 上面用到的方塊種類好像還真的是蠻多的喔 那我們地獄門走出來啊最主要會有兩條路可以走喔 一條呢是可以通往我們旁邊的這顆熱氣球啊 然後另一條呢則是可以通往我們的碼頭喔 那可以看到啊前面這邊還有一個獎台喔 這個獎台上呢就是放我們現在手上拿的這本書啊 旁邊還有放了這個木桶喔 木桶裡面就是放了這個簡介的副本 這樣子來到這邊參觀的人就可以都各拿一本啊 那整個櫻花秘境上面啊我有蓋了很多這樣子的小遺跡喔 像這邊有個石碑然後這邊還有雕像 這個雕像的話是我本人的雕像啊 在整個伺服器啊有好幾座這個雕像喔 旁邊呢還有這個稿子的雕像 然後在旁邊這邊還有個大劍的雕像喔 是說啊有關於這些島嶼啊 其實我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秘密沒有告訴大家喔 這些秘密啊除了我以外喔 就連伺服器的其他成員都是不知道的 今天這一集的話就順便告訴大家這些秘密到底都藏在哪裡喔 不過有些秘密其實不是太重要啦 就只是我自己放物資的一些地方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的地獄門旁邊喔 其實這裡有個按鈕啊 因為這邊有花草草啊所以不大會去注意到它 那這個按鈕按下去就會有個門打開喔 裡面藏了個箱子啊 這個箱子裡面就是可以放我們什麼煙火啊 或金胡蘿蔔之類的喔 還可以放個紀念品啊 讓我們平常在取用物資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種箱子我們在整個群島到處都是喔 像包括我們這棵櫻花樹下 有沒有注意到這邊有個綠色的戒服盒喔 因為顏色相近 所以如果不仔細看的話還真的是看不出來啊 像這裡面啊我們就是有放了很多的這個金胡蘿蔔 如果我的金胡蘿蔔用完了我們就可以在這邊補貨啊 然後旁邊這一邊的話我還有放上了煙火 嘿在這邊也有一個綠色的戒服盒 那打開來的話裡面就是各種的十秒煙火啊 我們要補貨就可以直接在這邊補了 這個主要就是讓我在每桌島 如果有物資匱乏的時候呢都可以直接立即補貨 那除了這種的箱子以外呢 我們這個遺跡裡面也是有隱藏機關的喔 像我們的這座雕像好了 我們先飛到這上面喔 在我們這個雕像的底座呢 後面啊其實有藏個按鈕喔 這個按鈕呢就跟我們這個地獄門旁邊的按鈕一樣喔 是可以打開一個密門的 然後裡面啊會有藏個箱子 這個箱子裡面呢 欸是藏了黃金圓方塊啊 我自己只是因為覺得 欸腳踩黃金這個梗好像不錯喔 就把它放在這了喔 所以一開始的話裡面是放戒服盒啦 到了非常後期才換成這個黃金方塊在這邊放喔 那再來是旁邊這個大劍的雕像 底下也是有個按鈕的喔 這個按鈕按下去呢也是會打開一道密門 裡面有個箱子啊 那這個箱子裡面呢是放各種的工具喔 這裡的話就是我的備用工具啦 那像鏟子啊有星星鏟鏟、絲手鏟 我是準備了好幾把啦 因為有的時候我會不小心把它弄丟 像我手上的這把就不知道是第幾把了 斧頭的話也是喔 但是大部分都是絲綢啦 我有準備了一把幸運服 但說真的我不知道幸運服可以幹嘛 所以我就只有一把 那可以注意到喔 這個箱子裡面是沒有稿子的 稿子的話呢是在另一邊喔 因為我們的稿子耗量比較大啦 有的時候挖狂挖一挖 我有點懶著換工具 我就會直接把它挖爆 我就懶著去修它囉 那我就準備了很多這樣子的稿子 來放在這邊備用 這邊的話就好幾把絲綢稿還有幸運稿 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真的把稿子用爆啊 就可以直接來這邊拿 這部分的話也是消耗掉了好幾把喔 有好幾把就這樣子被我弄爆了 所以這些除貨是真的都有用到的喔 各位 那除了這些雕像底下以外呢 我們這邊這個超大的石碑啊 底下也有一個秘密喔 那這個秘密呢是藏在了這個石碑的後面這個角落 這裡有一個時事按鈕有沒有 那這個按鈕按下去呢 會有一個密室打開來喔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跳下去啦 這個密室真的是超級重要的喔 來來來來我們跳下去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呢其實是我真正的倉庫啊 還記得我們在村民島那底下有個秘密倉庫對吧 那個秘密倉庫也是在影片裡面已經有給大家看過了 但那個倉庫的出入方式說真的有那麼一點小麻煩喔 進去還好進去蠻容易的 但出來其實蠻困難的 所以我後來就有點不想用它了 那個倉庫最後好像也沒用過幾天吧 應該一個月內我就換成這邊再用喔 後來那邊就完全就只是為了在燒東西啊 或者是養修探售而已了 後續的大部分物資啊我都是儲存在這 或者是在島嶼的各處 那如果要出去的話呢就可以走這邊喔 這邊有這個山目的地板門 打開來呢我們就可以走出來啦 走出來的話呢就是我們櫻花祕境底下的港口啦 那這個港口的建造就是為了讓我們可以 有點像是往返各個島嶼啦 很多的島嶼啊我都有建造港口啊 然後建造了這樣子的船喔 雖然說平常都是用翹翅在飛行 但是島嶼和島嶼之間如果沒有港口的話 感覺好像就有點難去交流對吧 另外這個港口底下呢還有個洞窟喔 這個下方的洞穴深處啊 還封印著一個原本不該出現的違法怪物啊 相信有看之前影片的各位應該也都知道 裡面有一隻殺手兔啊 那這隻殺手兔呢也被我封印在這邊喔 這個是我們之前中秋節的時候啊 烤肉場地生出的殺手兔 那個烤肉場地其實離這邊也是非常的遠喔 但我還是成功的把一隻殺手兔給帶回了我們這個島嶼 那這隻兔子的名字叫做How to lose 這個名字的話呢是當時我有發起活動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留言命名啊 那就有人幫忙命名成這個名字 原本是有打算要來養第二隻的殺手兔 這樣子有兩隻殺手兔啊 我們就可以直接做繁殖 說不定就可以養出更多的殺手兔對吧 但我後來就有點懶了啦 因為要把它帶過來真的是超級麻煩的喔 嘿嘿那你以為這個洞窟啊 就只是為了養這隻殺手兔嗎 喔並沒有喔 這個洞窟也是有藏東西的啊 來來來我們來到這個洞窟的轉角處喔 這裡有沒有注意到欸有一個拋光黑石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也是可以打開一個密門的喔 就在這邊 這裡有個儲物箱啊 那裡面的話呢我是放了很多的弓箭啊 雖然說我在影片裡面幾乎沒什麼使用到弓嘛 但是我其實有準備好幾把喔 另外啊很早期我們也有命名了一把弓 叫做Emotional Damage 這把弓也是存放在了這邊啊 至於上面的戒符啊 則是放了滿滿的箭矢喔 那為什麼要放在這邊呢 嘿也沒有什麼原因啦 就我爽 我只是想要藏東西而已 我覺得這樣子藏一些箱子啊 藏一些機關就挺好玩的欸 還挺有趣的吧 像這些牆面啊 用的這些地板門 你們以為這些地板門就只是一個裝飾而已嗎 並沒有喔 它是真的門喔 這裡是真的可以通到我的倉庫的 那這就大致上是我們的第一座島嶼啊 我們的櫻花秘境喔 那再來下一座島呢就是我們的真正的住所啊 我把它命名叫做瘋狗住所喔 那這座島啊也是我們所有的島嶼裡面面積最小的 但也是我自己個人認為算是最精緻的一座 那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座島啦 那首先啊這座島也是一樣喔 有一個港口 然後這邊有一艘跟我們在櫻花秘境那邊一模一樣的船 港口走過來呢這邊還有一個留言板喔 來到這邊的人就可以留下留言在這邊喔 旁邊我還有準備了一個箱子 這裡有放了各種告示牌還有染料 另外啊這邊再走過來呢就可以到我們家啦 其實我們家我也很久沒有走到二樓去了喔 因為後來東西也不會放在這了 現在我們家的二樓最主要的功能應該就是養這隻骷髏而已了吧 欸他人呢?喔在這邊在這邊 這一隻骷髏啊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喔 欸你叫誰叔叔我白肉醬 這個的話是有一個故事在的喔 因為在之前啊有一次的直播我叫肉醬叔叔啊 所以隔一天他就把這個骷髏放到了我家喔 除了這裡有一隻以外呢 旁邊這裡還有喔 在我們的家對面啊不是有個雕像嗎 這個雕像裡面啊我有養了兩隻這樣的骷髏啊 原本他的位置不在這的啊 這個是我後來放進去的 有留作紀念的感覺啊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笑的 然後在我們家的旁邊啊還有一個通往地下室的入口 那這個入口啊走下去呢就是我們放裝備的地方啊 像我們在這個系列啊不是有好幾套的裝備一直輪著在穿嗎 嘿全部都是存放在這邊喔 一共有七套加上我身上的這一套 那除了這幾套的裝備以外啊 左右兩邊我還有放上了這個模板的樣品 一共啊有16種不一樣的模板樣式喔 除此之外呢在後面這裡啊還有兩面的展示牆 這裡啊就是放了我們各種的工具啊還有道具 像這面牆啊就是放了這一些我在直播啊或者是影片裡命名的工具 不過很可惜沒有放滿啊 旁邊這面牆也是喔這個的話只是在聖誕節活動的地方拿到的 然後還有這把弓啊這把弓的話是在直播的時候命名的 好跟你們講這把滅龍海弓狗啊至少陪我一起塗了超過百條的終界龍啊 好不誇張一定是超過百條啊 那除此之外啊我也有儲藏了一些什麼鞘翅啊之類的東西在這邊喔 那這就大致上是我們的海跟住所啦 非常的小一座啊幾乎沒什麼東西 島上也沒有什麼像我們櫻花秘境那些隱藏的箱子喔 不過嚴格要說的話這一堆木桶也算是啦 因為裡面我是真的會放東西的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的下一座島啦 下一座島的話是村民島喔 嚴格來講村民島是兩座的島嶼啊 那主要就是為了要養著村民喔 村民島分成兩邊啊一邊就是村民主要活動的地方 然後另一邊呢則是農業島 那在我們這個第一座島呢 旁邊也是有蓋了一個港口喔 然後有蓋了一個跟之前一模一樣的船 所以就有點像是漁港的感覺喔 那走過來呢這個第一棟房子是漁夫的房子啊 除了這裡啊有一條路可以直接進到漁夫房子以外 旁邊這邊啊還有一條路是可以通往有點像是工作區的地方喔 這邊啊就有點像是一個可以做登船紀錄啊 或者是出航紀錄的點 然後走上來就是正式進入我們的村民島啦 最前面這邊啊有一條的商店街喔 這個也是整座島最主要的地方啊 到了中午啊因為這邊有放鐘嘛 所以村民都會集中到這邊來 會非常的熱鬧 而且我們在這邊放了超級多的工作台啊 所以他們也會在這邊就職喔 那除了市場以外啊 周圍也是有蓋了大小小的房子 那這些呢就主要是為了來房子村民的啊 裡面就是放床啊讓他去增加人口 那除了一般的村民房以外啊 還有建造像這樣的鐵匠鋪 然後在這條路的底端呢 還有建造一個非常大的 有點像是公家機關的感覺喔 不過這個公家機關裡面就真的沒什麼東西了啦 最主要的話應該就是放這些獎台 讓他們獲得這個圖書管理員的職業 但好像很少村民會走到這邊來喔 喔有了有了有一次沒有職業的村民終於走過來了 喔唷我們見證他就職的瞬間了 哈哈哈哈 這座房子也是我們村民島上最大的一棟啊 那上面的話其實還有幾個房間啦 但就沒什麼東西 像這邊的話就是一個非常空的大廳 然後再過來這邊呢是一個旋轉樓梯可以再上來喔 這裡其實我有放一個附魔台啦 但我也沒什麼過來用過 那至於另一邊這邊呢也是一樣的喔 製作島除了去養這些村民以外呢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的倉庫啊 在我們的這個雕像的底下呢 有一個秘門喔 像我們這邊按一下這個按鈕 就可以打開這個秘門的通道啦 走下來呢就是我們的超大倉庫啊 這裡我還有養了兩隻的秀探獸喔 從這個階梯走下去啊 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箱子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把東西存放在這邊喔 但就像我先前所講的這個倉庫喔 可能用不到一個月我就廢棄他了 到後來啊最主要來這邊都是為了使用這個熔爐啊 如果要燒東西的話 我都會把東西拿過來這邊燒喔 然後這邊還有建造了附魔室 以及旁邊還有個釀造室 那就像我們的櫻花秘境一樣喔 這邊也是有藏一些小秘密的啊 那首先啊第一個應該也不算是秘密啊 就是我們的橋面上 有這個超貴的深版顏綠寶石礦喔 我不知道到現在到底有多少人發現這件事啊 這個東西真的是從最一開始建造完之後 他就一直在這邊了 一共有12顆喔 好像沒有多少人有發現這件事 就連來參觀的也沒有注意到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到我們這個附魔室喔 附魔室大家可以看到啊 感覺好像都沒有使用過對吧 但其實我還是會過來的 主要不是來去用這個附魔台 而是來去儲存附魔書的 再來我們這個附魔台的後面有沒有看到 左側兩邊都有這個黑橡木的按鈕啊 這個按下去呢 會發現有一個木桶藏在這邊喔 那這個木桶裡面啊 就是藏了各種的附魔書啊 這些的話就是之前去跟村民去換到的修補附魔喔 如果我們需要工具上有修補附魔的話 就可以直接拿這邊的來用了 那另一邊的話呢也是一樣喔 有一個木桶 然後裡面是各種附魔書 那這裡的話呢 除了修補附魔以外的各種附魔 對沒錯我在這邊放了書櫃 但我卻不把書放在這裡面 而是要放在隱藏的地方喔 我覺得這樣比較爽啊 感覺比較有趣對吧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邊的釀造室喔 釀造室其實也是有在使用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喔 其實這邊啊都是一般的完整方塊對吧 但是一直到最邊邊這裡呢 則是半磚喔 這裡其實是可以撈水的 對底下我有藏水 雖然說沒有用過幾次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還蠻有趣的 那再來除了這些之外呢 在我們的這個畫裡面也藏有玄機喔 相信大家早期玩過一些什麼解謎地圖啊 都有發現畫是可以蹭的對吧 沒錯 我這幅畫也是可以蹭進去的喔 裡面有一個小密室啊 那這個密室裡面藏了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藏我們的備用裝備啊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把裝備給弄不見過吧 沒錯 在那之後我為了讓我自己 不用再重新做一套裝備 我這邊又做了好幾套一模一樣的裝備在這 而且他們不只是外觀一模一樣喔 他們連名字附魔都是一模一樣的喔 這樣子我在影片裡面不管是噴掉哪一件裝喔 我都有辦法直接補上一模一樣的裝備回來 笑死 有沒有超級聰明的啦 但是其實這些準備了之後就再也沒有用過了 我後來就沒有再噴裝過了 然後除了這兩個木桶以外呢 其實在這個門的後面也是有長木桶的 那這些木桶裡面就放了借符盒啊 裡面放了經驗品啊還有金胡蘿蔔 這些的話就是我們的存貨而已啦 那至於另一邊的話呢 則是放了翹翅喔 我們有非常多翹翅備用品都是放在這邊的 這些東西啊如果你不說我不說 真的不會有任何人知道啦 好啦那我們就從這個出口這樣出去吧 哎呀這個真的超難點的喔 那其實除了我們的地下室以外啊 我們這座村民島上還有其他的藏利點喔 那我目前還記得的呢 就是在我們這個市集的後面啊 這一堆的木材裡面有藏個木桶喔 我們有很多木材啊 我都是直接藏在這樣子的地方啊 然後還有像這些推車裡面啊 我也是有放東西的 基本上只要那個方塊能夠存放東西 我都很常會把物資塞在裡面喔 沒有原因啊就好玩而已啊 然後我們的農業島呢也是一樣喔 像我們飛過來這邊啊 有一捆的木材嘛對不對 這個木材裡面也是有藏個木桶 位置是藏在一樣的地方啊 就在這邊喔 因為我們建築也是很常會用到木頭啦 所以我們就會把木材啊 全部都放在這兒 嘿對有倉庫不放 硬要放在這種奇怪的地方笑死 那至於其他的點到底在哪啊 說真的我自己有點忘了 哈哈哈哈 我有印象啊 這邊底下啊 這個水裡面喔 有一個藉符盒啦 但是這個裡面就真的沒東西了 因為要跳下去拿 然後再出來真的是太麻煩了喔 所以那個東西超不實用的 啊然後還有這個熱氣球上 也有好幾個藏力的點 像這邊我記得就有吧 所以說這個熱氣球我很少上來啦 這個好像要找得下欸 是在這邊嗎 好像不是 還是在黃色的那一顆上 來喔來喔來看一下 應該是在這裡了 喔有啦有啦就在這邊喔 這邊有個木桶 那裡面的話就是藏的煙火喔 我們大部分的煙火庫存都是放在這邊的 然後除此之外 我記得熱氣球的上面還有一個藉符盒 這個我也是很少會過來拿 所以我也忘記是在哪一刻的上面了 應該是在這裡 喔有了有了 在藍色的這邊喔 這邊有個棕色藉符盒 但裡面是空的啦 欸真的是不藏上來喔 就乾脆不要放東西了笑死 現在你們知道我有多無聊了吧 到處都可以藏喔 是說其實這些熱氣球啊 這一開始它其實不是熱氣球喔 原本我是想要蓋神奇寶貝球啦 因為這一陣子我很常在玩Pokemon GO 結果莫名其妙就變這樣了喔 那再來下一座島就是我們的秀炭獸之島啦 我把它命名為秀炭獸之森喔 這座島主要就是養秀炭獸啦 然後還有繁殖火把花以及瓶子草喔 我原本是想要把它建造成一個有點像山木林的感覺 但蓋著蓋著突然覺得它有點像熱帶雨林喔 整座島就是一大片的森林 然後中間有一片這個 欸這什麼鬼 等等這個東西是什麼鬼 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個奇怪的建築 什麼意思 炭烤風味 香薰豬肉 肥嫩多汁 品質保證 What 呃這 哈哈哈哈 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什麼說在這的 等等這個東西存在這邊多久了 我怎麼沒有發現這東西 哎呀木桶裡面還有東西欸 這裡面放了好多甘草捆喔 這什麼 一家烤肉萬家鄉 新鮮上等食材 笑死了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有誰的影片有出現這個東西啦 但是 未看先猜喔 應該是義軍 這個建築風格 我覺得蠻像義軍會蓋的東西啦 哇這些修單師好可憐喔 他就在上面這樣子被吊著 我的天哪 好啦 撇除掉這一根不知道什麼鬼的一個烤肉場 反正整座島基本上就是長這個樣子啊 那當然啦 有很多地方我也是有藏了一些隱藏的箱子 可是這些隱藏箱子說真的我已經忘記在哪了喔 因為平常根本就不會有必要來到這邊啊 所以這邊當住場的箱子我也已經忘記在拿了 根本用不到 那這裡最重要的呢就是有一個密室啊 這個密室啊是用來繁殖我們的火把花還有瓶子草的 在這邊喔 這裡有個地板門啊 打開來呢就可以進到這個密室 那密室裡面啊 我就有繁殖這些東西啊 像我們在建築的時候很常會用到火把花嘛 我們鑽石島也用到這個瓶子草喔 都是從這邊來的 嘿我是真的有在乖乖種東西的喔 不是全部的東西都去跟別人A的 嘿至少還是有一些小部分的東西是我自己種的啦好不好 嘿不多就是了 那我還記得喔 這座島剛建完的時候也很多人有說啊 這座島超級像台灣的 當初在蓋的時候其實沒有特別要把它蓋成什麼形狀啊 這個真的是意外喔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就是我們的珊瑚海啦 這個珊瑚海就是經過了非常多次的建造啊 當初是直接用炸藥把它炸開來嘛 然後後來人工去把它挖平 原本是想說就直接讓它是平坦的就好了 但是我後來又覺得感覺如果是平坦的話 看起來有點詭異 所以又給它加上了歷史的地形起伏喔 那在建造完這些地形起伏之後呢 又覺得有點光凸凸的 所以又建造了這個珊瑚喔 所以是經過了非常多次的建造才變成最後這個樣子啊 那我們也是有放了很多的機關啊 像我們的珊瑚裡面是有藏海靈核心的嘛 所以我們到水下啊 就可以看到有海靈祝福的效果 像這邊的這個球狀珊瑚裡面啊 就藏了一顆的海靈核心 然後有一個白痴熊圓給我卡在這邊笑死 除此之外呢還有很多的地方啊 是有藏了這樣子可以自動放魚的機關 像這邊就有一個發射器喔 它時不時就會發射出一兩條的魚出來 但是因為這邊終究是一個開放式水域啦 所以這些魚就...欸? 欸?怎麼變屍體了? 喔對齁有熔圓欸笑死了 哈哈哈 完了突然變在頭位了 還是可以看到有幾條魚在這邊晃啊 但是因為這邊是開放式水域 所以他們時不時就會游到其他的地方去囉 這片珊瑚海啊 也是我們所有的建築裡面花費時間最長的喔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最大片 而且又是在水底下 真的是超麻煩的啦 那珊瑚海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黃金島啦 這個黃金島原本是不在計畫裡面的啦 但後來啊 因為我們挖了太多的黃金了 我覺得應該要找個地方把它用掉 所以啊後來就有了這個黃金島啊 最主要就是中間會有一個黃金樹 然後周圍有很多的黃金礦處 這個黃金樹啊 因為上面有很多的光源啊 所以晚上的時候真的是會閃閃發光喔 那因為它會閃閃發光啊 所以我還放了這個螢光煤啊 現在它已經有點長到過場了 笑死 那當然啦我們的黃金島上也是有一些秘密的 那這個機關啊 是藏在這個樹根旁邊喔 喔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竹子的按鈕 那按下去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秘密機關門打開喔 那這個機關門裡面啊 藏的東西啊 是蜂巢喔 對這個東西其實沒什麼必要藏 但是我覺得放在這邊蠻酷的 最後來就把它藏在這邊啦 之前啊 曾經有想過啊 我們之前的賽馬獎盃可以放在這裡 但是因為在建造這座島的時候 也沒有設計一個可以放獎盃的地方 所以後來就算了 額外的建造了一個這個遺跡喔 這個賽馬遺跡啊 基本上就是一個漂浮的小石塊而已啦 上面我也沒有藏什麼東西喔 因為它其實有點小啊 而且沒有什麼隱蔽性的地方可以去放東西 所以上面啊 就只有這樣子的一座賽馬獎盃在這裡喔 那這個版本應該是已經沒機會再辦一次賽馬比賽啦 不過到下一個版本呢 1.21應該會嘗試再來做一次喔 有關於這個賽馬比賽大家有什麼想法 也是可以在裡面蝦雷跟我說喔 然後再來下一座島呢 是我們的貢丸火山島喔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熔煙火山啊 中間有一大片的岩漿池 那原本是拿來養赤竹獸的啦 但這些赤竹獸在一場雨之後啊 就全部滅足了 笑死 那個時候完全忘記啊 下雨會讓赤竹獸受傷喔 所以那些赤竹獸就全部滅足啦 我很抱歉 現在站在這邊 我都覺得這邊充滿了靈魂喔 哈哈哈哈 那再來赤竹獸滅足之後呢 我後來又改養了這隻貢丸喔 來來來 我們這邊先喝個抗火藥水好了 以黃萬一啦好不好 不然等一下掉到岩漿裡就好笑了 那這一隻熔煙史萊姆呢 我們是有給它一個非常棒的秘密的啊 我們的熱呼呼暖洋洋散發萬丈光芒 喜歡東跳跳西跳跳的 熔煙史萊姆AKA新竹共玩啊 那跟其他的島嶼一樣喔 這座島也是有藏一些秘密的 欸我們這麼大一片的岩漿池 當然要來利用一下啦對吧 我們只要對準這個角落跳下去啊 我們是可以到達一個密室的喔 有沒有有沒有 這樣子就游出來了喔 底下其實是放滿了木桶的一個小倉庫啊 那這個倉庫會建造啊 主要是因為當初櫻花秘境底下的那個倉庫啊 東西有點多到滿出來了 所以想說再建造第二個好了 所以就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倉庫 但是因為這個出入也是比較麻煩喔 必須要喝一瓶的抗火藥水 而且下來又有點擋視線 所以後來也根本沒用到啦笑死 那如果要上去的話 就可以跟水流一樣喔 就沿著這個岩漿往上游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出來啦 但是會燒起來喔 一個有趣的小密室 但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過它笑死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座島 也是我們最沒有用的島啊 沒錯 鑽石炫復島啊 這座島沒有公用就只是炫復 除了炫復以外還是炫復 這座島也是我們所有島嶼裡面 算是最顯眼的一座了 整座島嶼滿滿的都是鑽石喔 超級亮的啊 這裡的鑽石磚超過了3000顆喔 我們在這個伺服器的一年來 幾乎所有的鑽石應該都在這邊了啦 而且後來在建造的時候 還有發現我的庫存其實是不夠的 還去多挖喔 那這座島嶼的樹底下 也跟櫻花秘境的那些樹一樣 底下有一些介福盒 像這裡的話就有一個藏在這邊啦 反正就是各種藏啊 就很無聊 但是我爽好不好 反正是我建造的東西 反正是我的島 我想怎麼藏就怎麼藏啊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海跟瘋狗群島的所有島嶼所有的建築啦 整個群島真的是 建造了超級超級超級的久 說真的現在看下來 我很多地方都是非常不滿意的喔 有點想要再重新拿TNT把它炸掉蟲蓋過 相信接下來我應該還是會 繼續嘗試非常多的建築啊 不只是海島 或許還會蓋一些生態域啊空島啊之類的 就希望之後可以蓋得更好吧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1.20系列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啊 想看到玩這樣的多人生存 記得一定要幫我在影片下點個讚啊 如果之前的影片你們沒有看過的話 也記得回去看一下啊 今天這一集的影片介紹 也僅包括了我們這個群島的建築而已喔 除了建造群島之外啊 其實我還有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喔 那接下來如果大家有希望我在1.21版本啊 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也可以在影片下天告訴我啊 那我們就下一個版本再見啦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 別忘了可以幫我在影片下點個讚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DC群組 一起來玩遊戲聊天喔 另外不定時我會在YouTube社群 發布我們的影片計畫表 計畫表會告訴大家 近期我正在準備什麼樣的影片計畫 那我是HannyCam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啦 掰掰 Bah